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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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到大都是聽 這樣去學粵語的 但我覺得外國人如果你們想學一種新的語言 有些跟著聲調聲母文母 邊看邊聽這樣 應該就會學得更加 efficient 那首先就是九聲六調 剛才首歌那麼詭異最主要都是因為這個問題 普通話只有四聲 跟著melody變少少音 對發音認字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粵語就不同了 有九聲六調這麼多 所以要配合melody的 要求就更加高了 那就讓我用JAN這個音 去跟大家示範一下什麼是六調 因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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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還記不記得 學學日常粵語第一課 我們學過的數字 可以用它來示範九聲 三九四零五二七八六 大家會不會好奇 為什麼音就沒有九聲 只有六調 但是數字呢 就有九聲喔 那就是因為呢 九聲之後會出現在 P T K 為尾音的字 而七八六呢 剛巧就是用它們為尾音 那粵語呢 那粵語呢 的聲母呢 就有七種不同的發音方法啦 第一種是雙唇 那就是用兩個嘴唇 去咪在一起 然後跟著發音的 那就有巴、趴、媽、蛙 這四個音 那跟著呢 就是唇齒音了 那就是把上排的牙齒呢 咬著下唇來發音的 那就有發這個音 然後跟著就是舌尖音了 那舌尖音呢 就是用舌頭的最前的部分來發音的 那就有打、他、拿、拉 這四個音 然後跟著呢 就是舌面音 那就是用舌頭的表面來發音的 那就有 渣、差、沙、也 這四個音 然後跟著就是舌尖音了 那就是用舌頭最後面的部分來發音的 那他的音就有 加、卡、牙 這三個音 第六種發音方法就是舌尖音 那他跟第五種發音方法舌尖音呢 就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他在完成這個音的時候 那個舌頭是抹大的 那他的音呢 就有瓜和瓜兩個音的 那第七就是最後一個音呢 就是喉音了 顧名思義就是用喉嚨來發音 那他就只有一個音而已 就是蝦了 那接著呢 就在到粵語的韻母部分啦 那韻母呢 就好像沒有聲母的發音的方式那麼多啦 那但是呢 粵語的韻母的數量都幾多下的 那首先就有單元音啦 那就有家的喵音 那便有家的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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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音, 四 音, 追 音, 該 愛 音, 灰 灰 音, 膠 嘎 音, 高 嘎 音, 焦 耀 音 接著就有鼻尾音,這次有監的硬音, 尖的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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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的硬音, 磚的硬音 尖的硬音, 漿的硬音, 江的硬音, 江的硬音, 風的翁音 接著就是失音、尾音 有 有 岩的 鴨音 摺的熱音 爛的硬音 顎的硬音 折的 嘎音 角的 ア音 摺的 熱音 淀的熱音 闊的 乳音 絕的月音 辣的壓音 石的役音 雀的樂音 閣的樂音 福的屋音 以上就是廣東話的聲母、韻母 和聲調 相信今天大家都學了不少東西 終於有這條片的話,就按個like、share 給你的親朋戚友 還有下面的comment box告訴我,你想我拍什麼影片 還記得按subscribe和旁邊的鈴鐺 才會忘記了我最新的通知 最後要follow我和IG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byebye